欢迎收看《医师好辣》 好 马上欢迎我们今天四位的帅哥美女 好辣医师团 我们这边有三位特别来宾 好了 台湾人碰到身体不舒服 第一件事情 是不是一定会去看医生呢 还是先去上网去搜寻 到底有什么偏方 或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呢 大家遇到的问题 都是靠自己来治疗 自己治疗的解决 好 我们马上来看 现在三高是普遍 三高不是只有老年人 中老年人 年轻人都有 可是你没有对不对 不好意思 不会了 年轻人不见得没有 我刚刚有讲 对 好不好 我是年年轻人 是青少年 青少年 就是有一次 开车开到突然心脏 心脏就快疼 就是蹦蹦蹦蹦蹦 然后就去看医生 是 那他说 你高血压180了 我不收你 你赶快去大医院 我想我是不是快死了吗 他说你心跳180了 你很危险赶快去大医院 大医院我想说 我觉得我还好 只是胃酸上来心脏跳很坏 然后就后来他叫我去 我也没去 我就开个药给我吃就好了 我不要去大医院 然后他运不开 我就隔天就去医院 验血 他说你胆固醇高 什么高都高 然后高就吃药 那吃到一阵子 听人家说 药都三分毒 我就不吃药 就听一些偏方 我们邻居说 我以前这样 就是蒜 像三高 对 蒜头 可以避邪嘛 第一嘛 大家都知道 第二就是泡血 你真的需要避邪 好不好 真的吗 然后第二又把它蒸一蒸 蒸一蒸吃 然后觉得说 吃不完它会谁沟 我去问人家 叫我泡酱油 酱油很好 你讲错了 是泡醋吧 没有 泡酒 泡酒 可以喝 也是对身体很好 你知道 我给它泡蒜 自己泡的吗 自己泡 你闻闻看 所以你自己泡 你带来的 对 带来的 你看 闻得就饿了 对不对 你是泡酱油 对 这是酱油 酱油的味道 泡酱油 对 对 这酱油味 对 也可以卤肉 也可以卤肉 不是要养生吗 你不是要养生 吃了也可以卤肉的 而且卤肉 而且卤肉 真的 它的营养分 在我们肉里面 就可以酱三高 然后泡酒 搓皮 然后浸高粱 高粱 对 也可以泡蒜头 对 酱油也可以泡蒜头 对 是不是 对 然后都非常好用 然后我就 就依这个方法 就不吃药了 然后三个月都要回诊 医生就骂我 怎么 还这么高 你想死 你只剩250 你高血压180 我说没有 我现在吃蜜蜂 就被骂了 我说你要再吃蜜蜂 就不要来了 可是我还是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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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蒜头 蒜头 你在讲什么 少油 少盐 少糖 对不对 咸死了 所以你要配一饭 人都也是配醋 你要用烏醋去腌 腌这个大蒜 然后每天就比如说睡前 吃三颗 或早上起来 吃空腹吃两颗 你听我的 我觉得你看医生是重的 吃药 因为你真的太咸了 对 这真的是配什么 配稀饭了 你 真的不行 对 就是蜜蜂 蜜蜂 你真的叫偏蜂 不叫蜜蜂 好不好 难怪我们心脏科 高血压病人越来越多 对对对 自己治疗的方法 太多太多了 其实 治疗高血压 大家有很多很多的方式 我有个病人 大家也不要觉得奇怪 他是 这个一痒起来的时候很痒 很痒的时候就很气 这个怎么弄 都不行 那血压就高起来 那有些时候 抗过敏的药一吃 心脏又加速 那血压又高起来 所以他很生气 那怎么办呢 他不知道他从哪里 听到一个偏方 他去拿我们那个 美容那个小针 哪里养 他就拿那个 戳哪里 戳个千奇百孔 然后有点叫做 放血治疗 对 你平常不是也是抓吗 是 抓到破的时候你就不痛了 就不痒了 我说好像是 戳痛就放松了 血出来了 他整个血压也就下来 我说还有这种事情 可以 但是 我当然是不敢去这样讲 血压这个东西是非常微妙的 血压基本上是心脏打出去的力道 跟血管的阻力 这两个东西产生了一个压力的变差 是这样 那么讲普通的话 多少汽车上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有多宽 高速公路越宽 车子走得越好 上去多一点也无所谓 是 那高速公路稍微窄一点的话 少上去几部车子 所以一个是作用在心脏 一个是作用在血管 就这两个中间的关系 所以 刚才你讲说 一发生什么事情 好紧张 血压冲上来了 对 所以这时候 你要想办法把心脏先放缓 也是说要放轻松 我们的收缩压 事实上 现在大家建议是蛮精准的 希望在130 70 左右 但是那个太严谨 我通常要放宽一点点 大概75 左右 什么时候我们会认为说 你血压是真的很难改变的 就是 因为血管只要是有弹性 基本上你的血流就会走得很顺 就走得很顺 因为它冷它会收缩 热它会放松 那什么时候你会觉得怪怪的 不对了 就是这两个中间落差太大 收缩压太高 舒张压太低 中间差30以上的时候 甚至40以上的时候 我们就要真的高度的去怀疑你 可能有点动脉硬化 因为你的血管就是没有弹性 在那个时候的时候 我们更要去特别注意 如果这时候你不小心有 脖子紧 头很痛 都代表冲上去的太高 然后又没有办法缓冲下来 那这时候就要去找原因 找原因 比直接治疗还来得重要 对 我医师会有要找出原因 他说我的心脏包油 然后就是 心包油 就是找一个中医 他从这边 放学 放毁 然后他有一个小的杯子 新 然后再喝 滴在里面 杯子八分满 我的油大概是三分之一的 他们是 这么厚的吧 这个比较快 也不太可能 真是不太可能 尽量不要质疑我们医生 真的 来 我来讲一下 我们血管里面 他就应该讲说 你的血太浓了 对 为什么 像我那个时候他就说 他怕我 因为血太浓了 血脂太高 对 就会有 慢慢会有三高的问题 真的要尝捐血 也不能这样讲 捐血的目的是 希望雪球再生 换血值让这个雪 可能有点新鲜的雪 雪球再出来 这都是大家的一些 可能概念性的问题 雪流里面 一个是河流 河流是胆固醇 血糖这些有关系 再来就是它里头飘什么东西 飘 红雪球 白雪球 雪小板 这些小东西在上面飘 那它油怎么来的 它油我相信应该是 吃得太好 或者那个 咸的东西太多 咸的东西一多的时候 血管就会收缩 血管一收缩的时候 脏东西就越容易 越容易过不去 那这时候胆固醇一高的时候 胆固醇又容易去破坏血管 一破坏的时候 就反正 这个兵败如山倒 整个东西就会越来越糟糕 是这样 所以放血 没有好 放血就下去捐血 是一样的意思 好不好 不要那么浪费 去捐捐血 不过你看 超过捐血的年纪了 有年纪 65岁以上就不能捐了 真的没有 怎么可能 没有 没有 因为其实我本来 一直以为就是三高这个问题 只有年纪大才有 但是没有想到 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 我已经胆固醇过高 高中才几个 对 因为那时候我发现是 饮食上面的问题 我是非常喜欢吃甜食的人 所以呢 常常就是 而且再加上我姐姐是在 蛋糕店打勾 所以她常常会拿一颗一颗的蛋糕 回来 那常常会拿那种四寸蛋糕 就是晚餐消夜的时候 我就有时候就会把 那个四寸蛋糕当一餐 然后我就这样吃完它 然后我一个礼拜大概 可以吃三到四颗那一种 就是很高频率 对 然后后来我发现是因为 因为我太爱吃甜食 所以以前学校都会见解 然后见解报告一出来的时候 我的党固醇过高 我很惊讶 我想说我又没有很胖 后来我就告诉我自己 其实要少吃一点 一直到我结婚之后 然后因为我婆婆知道 我的党固醇过高 她就跟我讲说 她自己有酿那个 对 那问我要不要喝喝看 我就说 但是我是党固醇 我又不是高血压 因为我婆婆是高血压 但是因为她自己 高血压的关系 所以她都自己自酿 我跟你講 乃哥 这是我们自己酿的 你刚刚很可怜 喝喝看 喝喝看 真的啦 要靠我是白老鼠 真的 沒有 我喝了一年了 我喝了一年 没有问题的 你不是在试别人片方 我们自己酿的喔 是不是好喝 是不是你看 要续杯 我今天带了一瓶 不是 我喝不出来 那个是什么酒 红麴 我知道 有酒吧 对 有酒 用米跟红麴下去泡 然后大概泡了 大概将近就是 三到四个月的时间 发酵 发酵的味道 就是米酒了吗 对 就是有点发酵的味道 就是米酒了 对 然後一开始我会 叫我喝的 比那个黑色的酿 真的啦 真的啦 起码我也分你 我跟你讲 那是我们自己酿的 你知道就是 一开始我就是不想要 当白老鼠 我就觉得说 你们这种偏方 我是聪明人 你们叫我喝我就喝 我就不喝 后来就是因为我的仪仗 他也有三高问题 那因为他去见解 他刚开始第一年的报告就是 有点超标过多了 后来他就是喝了这个 红麴酒之后 他就下降 然后我就说 我就开始说 这可以喔 所以看到报告 也就报告 然后我才开始喝 然后我就喝了一年 今年是第二年 但是我还没有去医院 再去看看我的状况是怎么样 不过我觉得他有一个好处就是 喝酒当然很好睡 赶快打电话叫弄两瓶来 是不是 真的啦 好喝都不能认真 是 对 最起码他很天然 对啊 对不对 不会像琪妈那太咸了 对 琪妈我真的 我们一起好不好 跟大家观众朋友 稍微厘清一下 因为大家其实三高 他就是一句叫做三高 其实三高分成三种高 一个叫做血糖 一个叫血压 一个叫血脂 但是其实这三高的治疗方式 是完全不一样的 红麴这个东西 真的在一些这三高里头 其中一高叫做血脂高 它有一些研究 似乎真的有一点管理 是不是 不要 先不要试试 还没有讲完 讲完就不知道 有没有是不是 那因为红麴其实有一些成分 确实发现在一些研究发现 它真的可能 对于胆固醇的调节上 是有可能有好处的 所以其实这个红麴本人 我们在有些时候 比如说你三高的人 你要尤其是胆固醇高的人 比如说他问我们说 饮食上能不能加这个东西 进到它的红麴饭 或是红麴的入菜 这个基本上是OK的 但重点是它不是红麴 它是红麴酒 那其实你知道酒精这个东西 在过去以来的三高这一体 其实一直都受到争议 我们过去大家可能会有听过 说喝红酒 好像可以保护心血管 那就是这一条 在目前的心血管科认为 因为酒精整个长期评估起来 它对于身体的危害 还是大于它心血管的保护力 没错 所以其实酒精仍然是 不是那么建议 对于三高或心血管问题 去做补充的 那但是我要跟大家先讲一下 因为其实说实话 我们家一颗非常常遇到三高 胆固醇高的人 高鞋值的人 小扣一开始说 他觉得他吃太多甜食 甜食会造成一种胆固醇高 但是其他的影响力不大 我们先看一下胆固醇指数 如果现在观众朋友 是有那个健检报告 你也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这四大名字 都是所谓的鞋脂肪的指数 那我们这边其实会列出来的是 叫做标准数值 也就是说如果假设 你的总胆固醇是大于200以上 你的低密度胆固醇是大于130 你的高密度是小于40 跟你的三酸高值是大于150 其实你就可能要带着你的报告 去找医生 为什么 因为其实每一个人不同 比如说糖尿病 我们的指数其实要很严格 那你是一般健康人 其实可能还有一个更 还在一个范围里面 对 其实是OK的 很多人都认为胆固醇高 因为胆固醇药会让很多 你上网查 会有一些副作用 叫做肌肉酸痛 很多人其实很怕这个副作用 因为酸痛的感觉就是 全身会很没有力气 因此他不吃胆固醇药 他就觉得我饮食控制应该OK 那我们一直会给大家吃的一些 胆固醇药 其实是在控制这两个 总胆固醇 低密度胆固醇 这两个胆固醇为主 但是我们研究发现 这两个总胆固醇 尤其是低密度胆固醇 你真的要下降到 我们要的健康指数 有时候 也就是说假设 感染有限 有限的胆固醇190 那你下降10% 你仍然是超过130 所以这个可能效果就不好 但如果你的所谓的鞋子指数 是三酸甘油脂 刚刚小Q讲的精致淀粉 其实就可以 因为三酸甘油脂 跟一些精致淀粉的食用 真的有关 所以如果你是三酸甘油脂高 其实你就开始借精致淀粉 你开始运动 其实就会有效 就会有一点效果 那除了刚刚小Q讲的红曲 其实已经算是 跟奇妈比起来的话 我觉得 知识量算是有高一些 但是呢 我们再讲一个是真的很多 三高尤其是胆固醇高 他会听到的叫做燕麦 我就讲一个我印象比较深的 他是一个中年男子 那这男生来的时候 也是带着他的健检报告 他的指数真的比较高 我们刚刚讲的总胆固醇 他的低密度是到190 那其实这个指数 不管你是糖尿病患 你心血管疾病 或一般人 你可能都需要介入 但因为他其实可能 就是有一些他的亲朋好友 吃完药很不舒服 就像奇妈说的 会怕药会有副作用 所以他就不吃药 他就说很坚定地说 因为他的健康的观念 跟他的意志力是够的 他想要做意志调整 隔了三个月之后 我们就做了一个抽血 重新抽血 一抽 他就从整个健检报告的 两个红字 变成四个红字 那后来疑问之下 原来他就说 我在吃那个燕麦 去酱胆固醇 不是说这个说法是有效的吗 水溶性肺脂纤维 跟这种燕麦的食物 他确实对于酱胆固醇 是有一定的加分 但是他必须要跟你 原本的淀粉做交换 也就是说我本来吃的白饭 我可能要把它 一半的白饭拿掉 换成燕麦 但是多数在吃 酱胆固醇的燕麦 他会怎么吃 他就会把早餐 再多加一份燕麦 甚至会把它加燕麦的吉隆包 所以他当时多的 这个四个胆固醇 原本的这两个 还是高以外 他多了血糖膏 他多了三酸钢酯 他三酸钢酯 从150变到300 血糖中90变到150 所以其实我觉得 就是这个 你的燕麦还是可以吃 但是做法上 并不是再去增加 你的食物里头三餐多了 每一餐多一份的燕麦 不是 是把这个燕麦 跟我们本来的主食 比如说店 换掉 换掉 其实这样子 还是个可以的选择 可是我现在有点困难 就是燕麦跟那种早餐 燕麦片 是不一样的东西吗 当然不一样 因为我就会想说 那个有加糖 对 就是加糖才好吃 就是不能加糖 没有 其实应该是说 我们通常你会发现 他说的偏方的食物 并不会不好 但是我觉得有个核心 叫做他要是远行食物 只要加工食物 对所有的三高的哪一高 其实都普遍来说都是不好 对 就是刚刚这两个知识量 比小CALL是胜于其妈 那我想请问一下 乃哥的知识量 就是他 他他都爱拍打工的 我也是被他那边拍 然后他说可以怎样 通学馆是不是 我问 你拍得超痛 你拍得超痛 你不通的人 他会起一点一点的 那个什么 虞险 虞险 那就表示什么 你的那就要粗杀 对 就是不通 那如果你打只有红 他就不 他就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健康 我跟你说你们不能自己拍 你们一定要给乃哥拍 真的吗 他超会 真的 你给他拍 真的假的 你给他拍 而且他把影先开 要打这个 这个部位 那地方 对 要出来 要出来 好痛 好像很痛 我看就好痛 我觉得起码应该是主色 我 大家都这样讲 出杀了 太好 才一点点 真的会出杀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像我也很久没有打 我偶偶打 我说 不错 我现在完全不会出杀 真的有 他就会这样子 出杀了 对 因为有一阵子录影 乃哥会帮 全副的来宾打 好痛 打到人家出杀 你有快感 快感 他抓完了 这个是正确的 这是非常非常痛的 他是个偏方 他绝对是个偏方 他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你主要是身体要动 你在打的过程中 你会痛 痛就会刺激 心脏就会加速 血液就会循环 那因为痛 你就会释放出一些 疼痛的讯息出来 你身体就会说 糟糕 怎么发生什么事情 尤其在拍打过度的时候 你这边局部造成 小小的发炎 就跟刚才讲 拿小针去戳自己一样 你制造了小小发炎之后 你身体就会来修复这个地方 某种程度 就像我们做完按摩之后 你为什么就会觉得舒服 因为你帮自己 制造了一个小小的小发炎之后 你就会 身体就会过来修复你自己 修复你自己的时候 他会带 如果这时候你喝水喝够了 你这个营养补足了 那他等于带了一个巧克力过来 让这个区域能够进行修复 进行滋润 那反而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 那刚才乃哥所拍打的每个地方 都是我们的血液回流的聚集处 比如说吸窝那个地方 因为我们下肢的血管本来就是 下去容易 上来不容易 所以他都会到一个地方要去聚集 聚集在那个地方 要冲 对 你去拍打他的时候 促进了血液的循环 那下面的血就会后浪推前浪往上走 那你这样下肢的肿胀 也会稍微消除一点点 所以是可以解释 但是因为每个人施打的力量不一样 你如果施打太过度的时候 真的造成一个内伤 因为很多人因为 为了胆固醇太高 可能会吃阿斯匹林 他就是容易血小板不会聚集 他逆血功能 对 逆血功能就不好 就啪啪啪啪啪 整个就出大问题 所以有些时候 还是要看你自己身体的情形 是什么样的情形 是 是 是 那么适可而止 那都是建议 至少来看看我们 我们建议的适当地 再找乃哥去拍你 这样不要 会不会乃哥去看 你就乃哥在那边拍 他一来我先把他扯两下 你一说乃哥先把我拍 把我拍两下 真的有很多长辈 他们因为就是听到说 这个拍打就可以降血压 还是就可以让身体 变得比较轻松 所以他们就是没事就是 这是我跟我妈姐的 真的 对 然后我妈就是没事在那边拍 尤其是拍像乃哥讲的 这个轴窝的地方 拍一拍真的拍到出杀的时候 其实我们身体这样子 把它代谢掉 以中医来讲排毒 然后把这些东西给代谢掉之后 你的这个心血管 就是相对的就会比较健康 我就曾经遇到一个长辈 他来的时候 他是到我们高血压门诊看 然后他来的时候 整个都瘀青 真的 对 整个瘀青 乃哥该不会是你打的吧 对 结果打到瘀青 我们护士小姐 这是护理人员 真的是非常的机灵 他就觉得 这个家人跟这个伯伯一起来 到底发生什么事 赶快先偷偷去通报 是有借代长辈的这个 这个这个转线去通报 然后先社工先过来了解 然后我们社工啊 就在等我们医师看诊的诊间里面 社工就带了一大票的人这样进来 甚至连警察都联络好 就赶快冲进来 就我一看就说 伯伯又说 现在是怎么了 现在是不是真行 发生什么事情 对 然后那个家属也是觉得 我现在到底怎么了 然后他们就说 伯伯你这个手是怎么了 是不是他打的 谁打的 是不是他打的 没有啦 伯伯你自己打得这样 没啦 人们就说这拍打工 可以这样 处境这个血压 对 因为他其实有 长期的这个顽固性高血压 吃药也是乖乖吃 就怎么样都控制不下来 结果这样子一个弄 他知道出糗了 全身都是瘀青 对 因为他就是有 在吃阿斯匹林这一类的东西 对 好 来 我们继续看 还有什么偏方的情况 喉咙痛 嘴破就是不想吃药 偏方又是你 我跟你讲 讲到这个就厉害了 厉害了 我这个嘴巴实上 那种白斑 很痛 然后小时候妈妈都会用那个针的 肚子 蓝就跑出来了 好痛喔 好痛喔 牙包也是肚子 然后就觉得没事 可是喉咙就觉得很卡很卡很卡 看医生也说 比较化验 但心里就很怕 然后去找那个太怕的 太怕的他就拿 你喉咙痛 嘴巴跑去找收筋的 卡到阴耶 卡到阴 他这次还算小 是一只那么长的额毛 要干嘛 像猪格梁那个 那一把什么扇 对 然后就嘴巴打开 这样一直挖 用额毛啊 挖你的喉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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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恐怖喔 然后就会 把你的细菌都吐出来 这可怕 你用手挖也会吐出来 那你自己抠就好了 你很快啊 人家经过师傅的加持 鼓励了韦胡娃呢 你能活到现在不简单了 真的 情流感怎么办 我们的口水是会消毒的 孙子 我们只咬的用口水 咕咕咕就好了 那是以前的阿嬷 口水有毒 或别人的有毒 阿嬷的没有毒 阿嬷只是更毒而已 你好适合当医师的反教材 真的 这样 挖挖挖 然后过一阵子 刚挖就心里上就 觉得蛮好 也好了 病毒吐出来了 好像伤得都吐出来了 那当时回去 不挖还挖很痛 喉咙很痛 后来没办法 他就叫我说 你挖不高 再去第二次 回来更痛 后来就没办法 已经长浓了 然后去看 看耳鼻喉科 他说怎么 他说你 好人长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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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化膿 他就是一直挖 挖到旺盘 他就是看你没有膿 要不然挖到有膿 我家也是买得要开刀 因为我们都很怕开刀 就是因为怕 怕你才会找一些偏方 对 但这都是错误的偏方 其实口水真的只可以综合病菌 对 还是有一定的效果 另外耳毛 在中医真的有消肿 然后排毒的作用 不能用磨成粉 经过研制 对 不过我觉得现在社会 应该不太会使用这些 还有 因为起码容易嘴巴破 可能是因为容易 我们有时候比较容易 吃到一些刺激性的食物 容易有一些小水泡 或者是咬到 或有一些黏液那种 这些只要适当地处理掉 应该就好了 不过我建议 后来看到牙 他说自此去磨到 另外那个白斑 身带上面的白斑 其实你只要手术切完 固定追踪就好了 其实用针刺就好了 身带的位置 包琪妈 身带的位置很低 所以你刺不太到 所以琪妈 可能把饼桃线 身带的位置 结构都把它混为一样 搞错了 身带化膿 那个很紧急 那个会没办法呼吸 很快就会走掉了 对 不要让包琪妈 不过临床上 我们有时候病人会问说 医生我红痛可以吃什么 我们会建议 可以喝一点 柠檬蜂蜜水 如果说你是单纯喉咙筒 那没有咳嗽 没有流鼻涕 冰的效果会更好 冰症 然后蜂蜜抗氧化 消肿 然后柠檬含维他命C 不过如果可以再加上 维他命D 可能或许会更好 那如果你有咳嗽 有鼻涕 那建议喝温的 但是一岁以下小朋友 建议不要流蜂蜜 怕会有一些 肉毒感菌的困扰 但吴医师 因为我们家有时候 如果是喉咙不舒服的话 都会 沙士 然后加盐巴 这样可以吧 对 沙士加盐巴 这样喝 这样漱口 沙士加盐巴 好像 过去有一些研究 像沙士咳 它认为有一些 就是提升免疫力 或治疗感冒的作用 不过我觉得沙士盐巴 只是纯粹补充水分 那盐巴是因为认为说 可以把有消肿 有消炎的作用 但是盐巴水 其实要立即的达到消肿 化膿 或者是消炎的作用 其实很差 大部分都是把一些病菌 把它洗掉 就像漱口水一样 我今天就是 资讯量是最正确的 我都还没有分享我的偏方 就已经让吴医师认证了 整身就是喝蜂蜜柠檬 我觉得很有效 是 然后因为我也会 不太敢让小孩吃药 或是我自己也会觉得 就是有什么问题 先不要吃药 尽量 感觉要忍耐到 就是我很严重的时候再吃 不要那么轻微就吃 感觉这样以后 严重吃就会没有效 所以小孩呢 我也是有帮他找到 那个蜂蜜糖浆 他就是 你咳嗽 或是喉咙不舒服的时候喝的 然后呢 他就是标榜他里面 什么都没有 就只有蜂蜜 就是没有任何有效成分 那你怎么会也买到蜂蜜 但是我就想说 OK 就是蜂蜜至少就是天然的 总比喝什么 来路不明的咳嗽糖浆 或是可能 阿嬷带去收金的符水好很多 所以我就会给小孩喝这个 然后我觉得小孩 其实他们很妙 他们都是 所以有时候我这一包 才倒出来 他才喊到嘴里 他就觉得他好了 我就觉得这根本就是仙丹 就像你知道小孩 有时候半夜他就会说什么 蚊子咬很痒 他就会说 妈妈我好痒 你一定要帮我擦药 怎样怎样 可是你知道妈妈真的是很辛苦很累 晚上我就是已经睡着了 我哪有可能起来帮他找药 所以我就会随手抓我床头柜的那个 保湿面膜 还是whatever 就是乳液之类 就要要要 帮他涂一涂 他就也好 所以我就觉得小孩就是你就是 心里左右 安慰剂 安补一下 就是有有有 有药有药他们就好了 你在买感冒糖浆的时候 尤其你在国外 一定要小心一件事情 其实我们药局可以买三种层次的药 先跟大家说 第一个叫做 保健食品 就是像刚刚提到 可能蜂蜜 維生素C 第二个叫做 止痛药 感冒药就是非处方药 第三种叫做 你需要 基本上第三种处方签 你一干瓶中是真的拿不到 你在外面 你觉得我小朋友生病了 我去买感冒糖浆的时候 你要小心 你不知道你买的是保健食品 还是非处方药 那爸爸妈妈不知道 他就觉得很好 因为它上面有写的蜂蜜 所以你就很开心的给小朋友喝 其实有可能 他就会不小心吃到了药物成分 甚至可能药物成分会过量 因为很有效 你就大量的给他使用 所以这个所谓的感冒糖浆 还是建议如果爸爸妈妈 真的在买的时候 你一定要学着去看成分 如果没有确定 你就回去买我们所谓的保健食品 或者营养素 会稍微安全一点点 至于说大家在讲的 这种所谓口破的偏方 那个是我遇到病人后 我才知道的这个偏方 就是说 会让口破好 好幸福 好幸福 就是跟心有关系 对 乃哥这个真的蛮美好 对 其实我们确实发现 蛮多偏方很有趣 它有个现象是 这个偏方里头 其实会有一点点的 知识量真的在里头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 海鲜里头含大量的心 那矿物质心 它其实其中有一个基转 就是帮助我们的皮肤 跟黏膜的修复 所以其实以逻辑上来讲 其实是OK的 但是我会知道 这个就是因为他来找医生看诊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 还是适可而知 我们现在就是曾经有一个病人 他来的时候是因为 然後到医院 到医院 到医院我们做一些基本检查 它这个叫做感染性的 这个败血症 败血症其实严重起来 是可以很严重的 那我们在过程中就做了 我们说细菌培养 一培养出来 它培养出一个很特殊的菌 这个菌基本上 我们都问得到 它的一个源头 叫做海洋湖菌 所以我们就赶快去问说 你到底为什么 或者是什么时候接触到 后来它就没有办法说明 因为它在这一段时间里 大量的接触海鲜 推测就是因为我们海鲜很多 比如说牡蛎 蝦子它是带壳的 那有时候海洋湖 就会藏在壳的缝隙里头的时候 我们在剥的时候 可能是嘴巴有伤口 可能是手上有伤口 它就趁着这个伤口 就钻到你的血液里头 所以还是要小心一下 就说偏方是 有些时候真的有根据 但是如果你不要 把这个偏方大量的使用 因为可能你吃一次 海鲜不会有问题 但你为了要嘴破的状态 结果最后搞到你自己 一论败血症了 其实你看我的身材 我又是个医师 但是我身边的时候 我不敢吃药 我的逻辑是这样子 这个药 你一喝它就到胃里面去 它要绕一个大圈子之后 吸收什么的 然后再回到喉咙才能去治病 那个绕太久了 反正就给大家 那我们就不吃药了 尤其我就这么胖 这个药一下去 肚子一吸收 可能被脚吸收掉了 所以我的偏方 都是在咳嗽的时候 我就相信自己 反正过两天就好了 要靠抵抗力 抵抗力不行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我最喜欢的就是 穿背琵琶糕 一定要滚水烫 滚水烫就要好一点点 就是因为 你穿背琵琶糕 都是放到冰箱里面 所以它一汤匙下去 到热水里面 刚好就大概变成 那又温温的一喝 很奇怪 它会滞留在这个地方 你整个人 就会觉得很酥 我知道你这身材怎么来了 然后呢 有些时候用西洋梨 去用那个 盖 盖那个 这个有 冰糖 那个喝起来又好喝 然后又温温的 又好 那最主要是 谁帮你去蹲 那个感觉就是 非常的温馨 主要是谁帮你蹲 新衣 但是在过年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我后来发现 一个很可怕的现象 因为我们最近 都强迫要戴口罩 对 那我刚好不小心感冒了 一直咳嗽咳嗽咳嗽 越咳越吸回来 越咳越吸回来 感冒真的就不好 真的很可怕的现象 就刚好我们是教会医院 我那天就好被排到 第二天要去做什么 要独唱诗歌 那个声音根本就出不来了 刚好 有个厨师的好朋友阿芳姐 她就跟我讲说 原医师 你试这个偏方一定有效 香菜白萝卜加冰糖 你去蹲煮 香菜白萝卜加冰糖 我说哪有可能 我说我炖排骨汤 当我是这样做 但是喉咙痛怎么会是这样的做法 但是她说你真的 尤其在你要上台唱歌之前 你就给它喝下去 一定嗓子就会开 那没办法前一天晚上 我真的就到市场去 去黄昏市场去香菜 白萝卜 自己回家削了皮 然后弄 炖炖炖炖 炖以后一喝 咸咸甜甜 那味道很难形容 但是还可以 不是说那么不能接受的这样的情形 然后第二天又喝 好了 大家还说 明星的歌声很美 明星我们会继续 你要度过来 我们回家会这么做 她是来步道的 我跟她说 做什么 你那个篇话告诉你 你热咳才可以喝 你冷咳不能喝 我今天方在教篇方 好奇妙 她那个吃热咳 说她可以吃白萝卜 分冷咳就不能有白萝卜 太寒了 有一个八岁的女孩 她阿嬷带她来看病 她已经喉咙痛了一个礼拜 重点是她发烧了三天 奇怪 那么久怎么不会想要看医生 当然我就先检查嘴巴 里面满部都是浓 然后帮她局部麻醉 清浓 听完之后问阿嬷 你怎么都不会想要看医生 她说我干嘛看医生 我每次喉咙痛 我从小到大 我都是用我们独家的配方 她会用西瓜皮 然后加盐巴去打汁 她说只是这次很奇怪 她孙女吃了 喝了几天 一开始喝效果还不错 越喝越差 说着说着她把她妹妹 肚脐把它掀开 整个肚脐整个都红肿 整个都红肿 肚脐起在那个地方 整个都化膿了 你也不怕 我问阿嬷你到底做了什么事 她说她独家配方 不止一种 就跟琴妈一样 她用沙龙帕斯 贴了粗盐 再肚脐 对 通过 肚子痛 她说肚子痛 喉咙痛 头痛 脚痛 痛痛都可以 医生我再教你一招 头晕了 你家酸霉可以止晕 冰车的可以止晕 对 然后我就只好听完之后 低着头先上麻药 然后准备要把脓切开 引流出来 是 后来治疗完之后 我实在是受不了 还是跟阿嬷讲 阿嬷你以后再用的时候 建议是不是要小心一点 因为那粗盐里面很多杂质 对 你不会细菌 你又包着 闷着不透气 闷着就容易发炎了 对 肚脐的话你一感染很麻烦 腹膜炎 最后败血症怎么样 是 后来没想到阿嬷回我一句 那我以后去买台眼 我快疯了 所以有时候偏方在使用 真的要非常非常小心 尽量还是少用偏方 我们最后看还有什么困扰 来 清肠整胃方法有五花八门 清肠整胃 我其实是一个肠胃蛮不好的人 因为其实我 常常会给自己压力 所以压力都会反映在我的肠胃上 然后严重的话 我就会有便秘的问题 然后曾经有一次就是 我大概七天没有大便 对 其实七天没有大便 对我来讲应该算是蛮常见的 因为我常常会不知道 我昨天到底有没有大过便 这件事情 然后就是开始会想说 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帮助我排便 这样子 然后因为其实我周遭的一些朋友 女性朋友 其实也是蛮多都有便秘问题 那其中有一个朋友 就供应我一个方式 她说她 因为我看她的厕所都会买 晚常的 就是一整盒 一整盒 对 她说她只要 觉得太久没大便 她又自己晚常 然后我就想说 这个方法好像可以试试看 所以我自己也去药房 买了晚常 然后但是我没有想到 我忍不住 因为你知道吗 一放进去你的小菊花的时候 我一秒都不能忍 就是 因为你放进去的时候就 你意误进去 对 就是你意误进去的时候 因为大家说 你那个小菊花要缩紧 先夾紧 对 夾紧 然后让它通到你的腸位 但是我没有办法 我一放进去之后 我就把它放松 然后噴了整个厕所都试 好恐怖 然后后来我就想说 那这个方法不要试 后来又有一个朋友 又介绍我一个 就是吃发霉的梅子 专门卖那个发霉的梅子 还要钱 发霉的梅子 还要钱 就是它特别就是 而且它是一颗一颗包装 就你们要试试看吗 没关系 这个就不要 发霉的 因为我肠胃非常好 对 就是我跟你讲 这个效果真的很好 就是它效果会好到 我没有办法来不及去上厕所 就是有一次 有一次我就吃了之后 因为第一次吃 我不知道它的效果这么强 然后就跟姐妹也约去逛街 但是你知道逛着逛着 我就有变异 你知道吗 但我都来不及走到厕所的时候 它已经跑出来了 所以内裤就有点重 又有异味 然后就是走路就是 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是后来我就 因为刚好在逛街 我就叫前面 赶快去帮我买内裤 就是把它换掉 对 后来我就觉得这件 如果我每次要吃这个梅子 我就必须做一件事情 我就要用 而且还要是夜用型的 现在夜用型有那种 裤子的那一种 对 但是因为其实很不方便就是 因为我只要吃这个 它随时开始有作用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控制 你根本是没办法出门的 所以我后来又放弃这个方式 然后我又改吃了另外一个 就是喝一些过期的东西 或者有点过期的食物 好 比如说牛奶 我会可以放过期实贴 我就实贴为一个基准 然后我就喝完之后 我觉得其实我的肠胃 会因为我喝的那个过期的牛奶 又有效 所以 但是 我是一个聪明人 我觉得 你真是聪明 你还聪明 吃过期食物叫聪明人 还花钱买 我怕我一直用这个方法 我的肠胃会习惯 之后会没有效 所以我就不会一直用这个方法 会交替 我会交替 后来我就是去找这个油压的 油压按摩师 它可以推得到我的大便 就是硬硬的一粒一粒 你知道它按下去的时候 那个一粒 因为你速 就是你排不出来 它是硬的 然后它推的时候 它会有颗粒感 你知道吗 对 它就说我一粒 而且它会顺着那个方向 帮我这样压 很痛 就是 你好像那几箱长 对啊 我跟你讲乃哥 就是它推完之后 我回家 其实在一个小时内 我都会顺利排便 上上射数 对我真的会顺利 所以我只要 开始有点排便问题 我就会想要去找它 但现在其实我再更聪明了 还是会找一些 可以帮助肠胃蠕动的保健食品 对 不行 这我一定要讲一下 身为肠胃 是不是可以 是不是可以 真的可以按得到 坦白说 你讲的每一个方法 说真的 都有一点点的依据 你说用碗肠 碗肠这个东西 它就是一些干油球 干油的东西 它会刺激我们肠胃的蠕动 所以它有润滑的作用 所以你忍住之后 它就是刺激得很够的之后 它就这样子卸出来 那你说发霉的霉子 对 我觉得是因为那个霉菌 它本身是一个不好的东西 对嘛 对 那就是会让你的肠胃道 就是像 很恐怖 对 所以吃坏肚子 就是脑袋 吃得不好吃 因为出来都是黑色 真的 对 那你说过期的牛奶 或者是这样 那你不如喝优酪乳 优酪乳也是发酵的东西 那你不如用喝优酪乳 这方式还比较来得 而且它有抑菌 回归到那个小抠 刚刚说的那个按摩 其实我觉得那个 也就是帮你去推 会让你的肠胃蠕动 我只能说你的肠胃蠕动 可能真的不是很好 多做一点运动 什么仰窝起坐 洞洞要白白臀 什么的 这也许就会有帮忙 好喔 我自己也是肠胃蛮不好 尤其是怀孕那一阵子 我觉得是 就是巅峰的时候 那时候怀孕就是 我好容易脏气 然后一脏气 就会很想要去吐 然后那时候身边的朋友 就跟我讲说 有这种状况的时候 你可以喝气泡水 或者是吃苏打饼 然后因为我就是真的太不舒服了 所以他们讲什么 我就是照做 然后他们好像是说 因为气泡水是碱性的 怎样可以中和胃酸 你就会比较舒服 就比较不会吐 可是因为你就知道 肚子已经在胀的时候 还要喝气泡水进去 我就一喝就是马上吐 所以怀孕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的肠胃也太不好 没有把它顾好 我就发誓 我就是生完小孩 我一定要好好顾我的肠胃 对 可是你们也知道 我觉得妈妈真的是太辛苦 我觉得有小孩真的上厕所 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我常常就是 在厕所酝酿我的便衣的时候 小孩就会在门外 敲门说妈妈 妈妈 所以我就是你知道 大到一半还要赶快立刻切顿 出去处理他们的事情 然后你知道这样长期下来 排便真的就会很不顺畅 然后我觉得 女生不能接受 气色很差这件事情 所以我就觉得 不行 肠胃真的太重要 然后身边的朋友 当然大家都知道 就是益生菌 所以各种益生菌什么的 我也是吃了很多 然后直到有一次 我身边有个医生朋友 他就跟我说 其实你吃这么多益生菌 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你可以换一个东西 他就推荐了我一个产品 它好可爱 它里面就是这样 一包一包的小包装 对 包装好美 它是半乳寡糖 半乳寡糖是什么呢 它叫益生源 益生源 它其实就是益生菌吃的食物 他说因为我们的肠胃道里面 其实已经有一些好菌在了 我们就是多补充一些益生菌 不如就是给他们 他们要的营养 正确的食物 去把他们养大 养健康 养强壮 那他们就会 在我们的肠胃道里面 你的菌种 好菌就会比较多元 然后你就可以新陈代谢 或是排便什么什么 都会比较顺畅 重点是这个超好吃 我第一次吃到我吓到 因为吃起来超像棉花糖 好不好吃 我先来看看 好吃 你一定要吃 不用水 我跟你讲 现在如果粉状的东西是好的话 你根本 你不要水 为什么 因为你在舌 就是我们讲 舌下吸收更快 直接吃 它就会结成一块好像棉花糖 我小孩爱到 我每天用这个威胁它 所以OK 你要表现好 你才可以吃一包这个 然后他们也就是照单全收买单 然后我也觉得就是真的感觉得到 是不是 很妙 我觉得好吃又有用的东西就是 好好吃 然后因为这个实在是太好吃了 我根本也不用配水什么 我就是直接这样吃 然后吃了大概一两个礼拜 就超有感觉 我觉得自己的代谢便比较好 然后排便也超顺畅的 这好好吃 真的很好吃 然后还有出大人的 也有出小孩的 就包装不一样 所以绿色是大人的吗 绿色是大人的吗 绿色是大人的 对 或是孕妇吧 孕妇跟孕妇 女生也可以吃吗 对 而且你有说身边没有水 它是可以直接这样吃 可以 不会呛到的 完全不会 好吃 曾伟大量子肠科医师 其实很多病人 会来找我是什么问题 痔疮 那为什么会有痔疮呢 因为现代人 生活压力 工作压力 外食等等的 会导致膳食纤维 摄取不足 那这个纤维摄取不足的情况之下 就不顺嘛 那不顺的情况之下 你这样长期排便不顺下来 总是这样一直挤 用力一直挤的情况之下 痔疮自然就会变得 越来越严重 那有些病人就跟我讲 孕妇师 你说的方法我都试过了 蔬菜 水果 水分 多摄取一点 我全部都做了 还是一样 它就是肠子动都不动 那怎么办 难道我要吃这个软便剂吗 可是这软便剂吃久了 又会有这种依赖性的东西 那我就没有办法了吗 那还是说我吃益生菌 会不会比较安全一点 那他都吃益生菌 对 他其实吃益生菌 其实我们体内 本身就有很多的菌 那包括了好菌 坏 中性菌 那当然除了还有 适度补充了益生菌之外 我们为什么不去思考 说我们为什么不给我们体内菌 一个良好的环境 因为你大菌要动 这个粮草要先行 那这个粮草是什么东西 那预生菌也是需要粮草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益生菌 那刚刚提到的 是什么 像半乳寡糖 锅寡糖 这一类的 它就是很好的膳食纤维 那它也是益生菌 它就是益生菌的食物 那益生菌它这样子吃下去之后 它就有很好的环境什么的 那我们这个半乳寡糖 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一个 很好的水溶性膳食纤维 其实在母乳里面也都有 那这种东西呢 其实就是妈妈喂给小朋友之后 可以让小朋友肠内 有这个好的环境 好的这个益生源 让它的菌可以头好壮壮 所以你吃了这个东西之后 就好像我们的肠子 抹了一层润肤乳一样 便便就这样滑出来了 所以增加它的这个排便的顺畅 这个我们今天聊了 很多所谓的偏方 但是呢 或多或少 可能有一些偏方是真的 能够舒缓 缓服 但是呢 如果过度相信偏方 讲真的 会耽误到你的病情 甚至到了真的 让你这个 危急 那种立即的 立下的危急的后果 好 尤其我们圆医师的那个什么 香菜 香菜 白肉菇 冰糖 哈利路亚 好 好来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别忘了订阅我们YouTube频道 并按下小铃铛 收看我们最新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内容 快点选旁边的影片哦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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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